小雪时节 描绘老友在小雪时节相见的场景 我是张晓厚 从最开始的音乐爱好者 到2010年和好友情好 一起成立好妹妹 再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举办演唱会 一路走来 每年都有不同的成长 也会专门在小雪时节 给自己留一段休憩时光 这段时间 我总是想要离开北京 去另外一个地方 修整自己 每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一个朋友 他叫乔小道 好妹妹的出道 也曾受到过他的鼓励 在我和秦浩努力来到北京之后 他却突然隐居去了丽江 一去就是七年 在那边陆陆续续 建了一百多栋房子 为自己营造出一个童话世界 作为本集节气探寻家 我想要知道 小小刀当初为什么离开 如果放下既有的一切 去到远方 是一种对人生的休憩吧 在小雪这一天 我也想去休息和他七年未见的友谊 这次我来丽江呢 要看访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乔小道老师 很多朋友是属于 你以前很熟的 对你影响很深的 但是呢你又没有 很密切地跟他 有保持着沟通啊 联系啊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觉得说可以去见一个 以前影响过你的老朋友 我倒觉得还挺好的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 那个时候并没有做歌手 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看了他的现场之后 在后台跟他聊天 他以前说过一句话嘛 只要你想做这个事情 坚持去做一定会有结果 所以一定程度上 我们应该是受了 这句话的一些影响 所以才会更加自由地 更加勇敢地去做 很多想做的事情 然后隔了一年 我跟钱奥组建了好妹妹 然后我们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知道我们要出片了 他就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 给我们一个表演的机会吧 听说小厚要在小雪这个节气来找我 我心想太好了 因为小雪接近年底 工作都陆陆续续收尾了 正好闲下来 赶在天冷之前修缮房子 准备过冬 也刷上新的颜色迎接明年 这种免费劳动力 来得特别是时候 一边就是这儿 耶 耶 到了 哇 好不一样 哇 这里也太酷了吧 真的是你啊 是我 哇 越来越帅了 但是还是那么胖 这么多年你也不 不减肥 嗯 我来做农夫和渔夫了今天 好 可以了 那我 先带你介绍一下这边的环境吧 好 你还不了解 这可以吃吗 可以啊 这就是特地给你准备的 好 对 所以这些都是你自己建的吗 对 这我的厨房 对 这我的卧室 卧室 这是我们俩的茶壶 喝茶的地方 喝茶的地方 我这个体积可以塞进去吗 我就是按照你的体积做的 特意缩小了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刚刚好 刚刚好的 对对 对 然后那边是我的书房 嗯 那边那边是我的另一个卧室 给你准备的卧室 啊 对 它是一个这样的房间 这个就是卧室 这个是客厅 对 请坐 耶 好棒哦 可以 可以烧 烧茶喝水 是的 那这些 这些所有的这种软装的东西 老物件都是你去淘的吗 这个其实很容易收集 嗯 就像清洁工一样 只要手里拿个扫把 总能扫出垃圾 我们就老说 坚持别努力重要 就是坚持就会有结果 对 对吧 对 但是有的时候相对 这种可能叫善变的坚持 就比如说 早些年的摇滚乐 都是皮夹克和和这个大长发 嗯 嗯 过了20年后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 重金属的摇滚乐 都短发 它为什么没有坚持 坚持去 那个造型 对 一个是地球变暖了 第二是自己的发量 变少了 对 你就想说这个 刚会是铺垫 我们要不去换衣服 我觉得活应该挺多的 小雪是严冬来临前 最后一个 能够在室外干活的节气 刚进入农闲不久的人们 会抓紧时间修气房屋 整理家事 赶在大雪来临之前 为猫冬做好一切准备 那个房子 你去给你准备了一些 衣服和工具 这条路 换衣服是不是 对对换衣服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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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路 枪战 想到枪战 还会 还会收集枪战的海报 还要等过久 等了这么久还没来 真是城里来的人 有这把武器在手 我是这个村里最野的 最野的男孩 来了 换好了 但是 鞋好小 你给我穿小鞋 我是照我的鞋 给你特意大一号 我们这种一米七五以上的人 脚都很大 你觉得现在什么状态这些 鞋脚吗 有一点 但是也可以 那不行 就光脚呢 那就这样吧 好吧 那我们开始吧 来吧 我从这边来 我从这 我负责这片 那我负责这片 OK 开始吧 好 如果遇到树了 就把树让开 好 你觉得这个 像不像礼发 给他剪一个寸头 这个不像寸头 这是我们给人剃秃的了 但是你也太夸了 我还可以正常 我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收集 肖战的海报 就是也关注这个 现在各种各样的讯息 都会关注吗 我其实 在这边 因为特别的 孤单 我只得孤单 就不行 我原来在北京的生活 完全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场景 我这边也几乎 很少像过去那样 什么有那么多朋友 所以我 我回家以后 就是看那些 最近流行的 电视节目 还有一个 其实也是觉得 我觉得我也是 的确越来越老 我想万一有一天 可能万一 可能真的有一天 见到像张小厚 这样的朋友了 可能快十年 都没见了 我怕我 一句话都 打不上来你的 那时候 我可能会太落后了 那你今天 见到我之后 你觉得呢 人一点都没变 的一项重要乐趣 是晒太阳 古人称此为傅宣 与有人被晒太阳的温暖 喝茶聊天 是小雪石姐 人们的日常 来吧小厚 好 休息一会儿 你坐这儿吗 是 可以 就坐地上吧 好 这大太阳 很舒服 你在家除了 平时看电视剧 还会做些什么的 一般起床 第一件事 就是去工作室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规律 这么五六年 都是这么过来的 工作完了 然后我就可以 比如在这种房子里面 看看书啊 弹弹琴的 这性格也是这样 一直也停不下来 反正我的感受就是 我离开北京以后 反而就是 现在的状态 可能要比 原来好的太多了 我们是25岁左右的时候 去了北京 然后在三十出城的时候 打算离开北京 因为北京好大 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就觉得我们在北京 你从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 就相当于说 从村中头去 村西头 很远 朋友家吃饭 就是固定的这些生活 然后你也不会想到 出哪里逛逛 每天就是在家里 然后在固定的社交 固定的生活内容和节奏 没有任何的区别 是的 所以才萌生了一个想法 想说离开北京去 体验一些生活 所以我就是 就是很特别支持你们 想现在想做的事情 建一个自己的家园 做一个自己的书房 你就自己 亲自把它 做出来 然后就发现 特别快乐 我们就把这里当成 你未来的花艺园 好 我们要粉刷房子 割芦苇 我们要建设家园 好不好 好 我们当作作品来做 好 走 我们就继续干活吧 好不好 我们要粉刷房子 好的 给你一个小桶 好 熬个绿颜色 这个绿 现在看很好看 但不知道刷上的效果 应该也不错 应该可以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好 走 因为以前古代的人 大家会种田 修房子 可是现在大家都是 在都市生活 那现在的人 在小雪的这个季节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打麻将 这也是盖房子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冬天 像小雪这个季节 前后的时候 我们本身工作 也没有那么烦多了 就是创造性的工作 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了 是的 好像更多在做 来年的计划 然后整理这一年的情绪 对 或者是说 要不要把自己家里面 买个新的沙发 对 做一些这种 类似于 以前大家修房子 这样的事情吧 我觉得就是古代的那些 大家注重节气 在不同的节气 做不同的事情 特别符合 这个自然规律 所以其实有一些变了 但是 人们在这个季节里 想要去 修气自己 修气环境的 这个状态 可能 内心深处 还是有的 对 我觉得我这边 强OK了 好 特别棒 那我先 下来 来 我们俩 挪到这边 再上 胜利花环 我继续 好 胜利的 乔老师 你喜欢北京 还是喜欢 丽江 我喜欢丽江 丽江 好啊 那你在丽江的生活 会让你 让你进入了 另一种 生活状态 对 没有什么朋友圈 没有社交 然后呢 而且可以 专注地干一件事情 就会觉得 进步很快 你会想北京吗 不想 已经完全的 头两年想 头两年 一段熬不住 觉得这里 这里太 太无聊了 嗯 每天都想着回去 现在 现在 习惯了 特别适应了 我其实有点 理解不了 这种心境 因为我觉得 还想去更多地方 去看看 嗯 因为主要年轻嘛 就要多去 一些地方 走走是对的 可以了 好嘞 然后呢 这面墙呢 你就帮我 继续刷了 我呢 现在去买菜 好 我就给你准备吃了 好不好 可以 Lucky 再画一个 代表 好妹妹的 小鸟好了 这是一片麦田 这是一个 理想中的 生活状态 买回菜来了 我印象里 你特别能吃 所以买了好多 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饭量吧 是的 是的 这都是我们俩要吃的 哈哈 好 可以了 那么多 我们做烧烤吧 好吧 我先带你去参观一下 我的老大成果 好不好 看看 你看 画了个吉他 对 哎呀 好漂亮 我看看 进去看一看 麦田 Hello Kitty 在云上的鸟 还有一个 带着草帽的渔夫 在船上 钓鱼 那个船 这样做 肯定会沉掉的 我们现在去做饭 好 这个是 抽上来泉水 太好了 那我先倒进去洗 行 可以 秋收过后 进入农闲世界 人们将鱼粮 兑换成充足的盘缠 在大雪 风山 风河之前 不远万里 去拜会好友 如果错过 就只能等待 来年春更之后再见 所以小雪是羞泣友情的最好时机 朋友道一声珍重 我们便得一个暖冬 老公 你知道这个当地最有名的就是辣开 特别适合这个节气吃 好 拿两个串上 这银子 觉得我们俩这饭吃的好野蛮啊 但是很香 来吧 来吧 来最简单粗暴的那个那个食品了 好好吃啊 就是肥肉稍微少了这样 嗯 它那肥肉烤的时候油会往下流嘛 你觉得为什么我来找你啊 我不知道 你好奇吗 好奇啊 我们今天一直在修房子在刷墙嘛 所以其实是在做修气这样的感觉 我们七年没见了 然后我觉得友谊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修气的 然后我还带了我的书给你 把我拿给你 我期待 然后里面有有很多关于你的片子 真的吧 真的啊 我给你读一段吧 快跑 8009年 朋友带我看了一个演出 冥羊合集数学穿艳无锡全国巡演的无锡战 那次乔小刀带着赵雷 赵赵 曹琴 很多来自北京的音乐人 那天晚上我带着草帽坐在小小的酒吧里 看着乔小刀老师把小乌龟 这样一首简单又安静的歌 唱出了无比坚远强大的力 我变得亢奋而激道 演出结束后我信忠忠地跟乔老师说 我也想写歌弹吉他 乔老师说 他也是从什么都不会开始的 三个和弦也可以写首歌 任何事情都需要去试试 后来我们成立组合出唱片 都受到过乔小道的影响 直到有一天 大乔小乔在北京开发布会 乔小道邀请我们去做嘉宾 一种奇妙的感觉营绕心头 可以跟影响过自己的人做朋友 真是一件令人很愉悦的事情 你还记得那次演出吗 其实我说实话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去回想 但是你这么说我就突然间想起来 好像是12年 对 6月份 我当时跟陈奥特别熟 我们在南京 我们连租录音棚的钱都没有 然后你打电话问我说 能不能去帮你们做嘉宾 没有给钱吧 我那时候也没有钱 其实路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笔开销 我就问他你愿意去吗 刚刚说愿意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把身上剩下的钱都买了车票 去帮你演的那个 哎呀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在书里念到我念到我当年那些事情 我就瞬间就回到那些过去的事情 那么一瞬间想觉得想去打开他或者打开我自己 我觉得那就是我最真实的朋友 很多年没遇到了 我跟陈奥他在西安我在无锡的时候 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什么有印象的事情 但你偶尔的一句鼓励或者是 一句让别人去尝试的想法 在我们那个年纪的时候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勇气 一定程度上我就觉得 你就像那个无尽的光芒就可以给一些人力量 其实我也挺后悔 就是就在我最低谷的时候 我特别想走近你们 那就没有时间了就来不及了 往事不堪回首啊 是什么样的往事不堪回首 是来自于朋友的背叛还是不理解还是 就是差不多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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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情况吧 嗯 嗯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就是想你 最起码在我认识的印象中的巧妙 它就是 影响过我们的艺术光芒嘛 嗯 我觉得小雪 这一天应该房友 所以我觉得很想来看看 这么多年未见的老婆了 我是这么认定你是我的朋友 不会 虽然我尊称你是老师 但是我就觉得你是我的朋友 过了很多年以后 我回忆起 二十四节气这个小雪这个 我和战友侯见面的时候 我回想起战友侯这个人 会觉得特别真实 我觉得我会一辈子把他当成 我的好朋友 如果说我人生遇到 再一次的低谷 就再一个流年 我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 我会打电话给他 哎 干嘛呢 我跟你说说 我现在特别难受 我觉得 而且我也敢保证 他一定会很细心的倾听 有些事情我可以有胆量 从头再来 即便我在老 我还有这个胆量 你就在重启人生 嗯 但我不会丢掉我的目光 不会丢到我的医院 不会丢到我 它成为你的一个一部分 不会丢到像你这样的好朋友 我想听你唱歌 你拿吉他 好 我听的第一首歌是《星宿》 第一句是什么男人 《总在清风遇见你》 《险在天空上的雨》 《险在天空上的雨》 《险在晴风遇见你》 《险在天空上的雨》 《险在天空上的雨》 《两颗心左右》 这个节目为什么不换 我换成一个女孩子啊 很好啊 我觉得你写的这篇歌都很好听 你来吧 我 我重新给你翻译一下 星座的一模一样的版本 好 为你唱出自卑的歌 要盛开的莲花 世间苦难皆为 修行爱上那朵菩提 等到冬去春又会 大眼界伴归 点燃一株思念 祈祷的心愿 我想带着纯洁的期许母送你离开 没有什么能带走 匆匆的流年 你会理解我的沉默 从不会表白 请你放下那些执着 和我静下来 我想带着春节期许母送你离开 没有什么能带走 匆匆的流年 你会理解我的沉默 从不会表白 请你放下那些执着 和我静下来 是2019年的星座 一模一样的和弦 一模一样的弹法 就是把字给画了 这就是我刚才把所有的想说的话 都在这首歌里了 很多个瞬间都有让我回到以前的感觉 最打动我的那一瞬间 其实就是乔晓道老师有唱了 我在十年前第一次看他演出时 他唱的一首歌 但是十年的时间很长 在那一瞬间的时候 我觉得十年 没有太多的变化 我可能还是我心中 认为十年前的那个自己 然后我心里的那束光 乔晓道 那个消失的光年 星座 两颗星座 遥望夜空 它一直都是 像十年前 我印象中的一样 我明天就走了 你会在丽江 继续快乐的生活 其实都一样的 你将来成就你的梦想 再过七年 再见个面 不用七年那么久吧 你希望每年见一次 每年都可以见到 我下次会带着秦浩一起来 希望我们可以在平行宇宙里 各自安好 放下来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一颗孤独星球 只能凭一己之力照亮夜空 其实不远处就有灯海等候 小雪天修起生活 修起友情 跟修起自己 时光匆匆过 不要忘了我 今天是小韩 你想不想出去玩 好吓人啊 可以吗 你这咋叫三周的呀 就是你条件太好了 你知道吗 你就太优越了你啊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微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一哩哩哩 腾讯视频新社对本节目的互动支持 爸爸得了奥运银牌 妈妈得了奥运铜牌 就差奥运金牌了 你使使劲 然后拿一个奥运金牌 我努力吧